是一個概念口訣 剛才我們說了是賣保險 我們是一套Presentation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是賣Bonus Power 賣充於未來 賣剛剛公司出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新的優惠 是哪兩隻計劃有優惠? 近來是一隻Pan最紅的 Single P的 沒錯,選一套 除了選一套之外 剛剛加上活得精彩不同的年期 都有一個優惠,對不對? 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們說這個柬埋 和這個保險 那個方向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那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這就是跟我們 去見客的Fact Finding有關 在這裡我送三句口訣給大家 不用這麼快拍的 三句口訣 我先讀,然後你再讀 我先讀完,第一句 有夢圓夢 我先讀完,不聽書 我知道你很想讀 很想讀,留在這裡 第一句,有夢圓夢 無夢做夢 無大智者製造危機感 OK 我先解釋一下 我們有時候去見客 大部分的客人知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是大部分不知道的 但是有沒有人知道的? 是有的,不過不多 通常知道自己的目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人 那些人通常是差不差的 通常都挺好的,是不是? 這些人其實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只要你給他一個解決 可以滿足解決他的問題 他買不買? 他買的 所以這就是第一句 他有夢,我們幫他圓夢 OK,這是我們講的 我們要表演的方向 第二句,但最大部分的人 這個世界是沒有夢的 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他見你之前都不知道要買東西 OK? 那我們就嘗試第二句 無夢,做夢 但是有些人是懶泥不上席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所以就要無大智者製造危機感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無夢,做夢和無大智者製造危機感 其實這兩者都沒有夢 是不是? 那我什麼情況之下用無夢做夢 什麼情況之下說無大智者製造危機感 首先我看到大家很迷惘的眼神 很明顯比我更多的 什麼叫無夢做夢呢? 你發覺他沒有目標,沒有成的 你跟他說 其實你自己 其實你又年輕,你能力又高 你老闆又這麼倚重你 說真的,如果你好好 即是存一筆錢 存夠了的時候 將來你可以出去自己另起爐 做一盤生意 坦白說,你不斷為人家打工 倒不如打自己的江山 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這個世界裏面 很多客人都是因為你賣這間公司 是不是? 但你現在缺乏什麼呢? 是缺乏一筆錢 只要你筆錢的話 你就可以未來的夢想可以實現 但我想問一下 Hearin,你現在有沒有筆錢? 沒有 為什麼你沒有呢? 為什麼你今天沒有呢? 因為你之前還沒準備 為什麼我今天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會令你將來有這筆錢 可以實現你的夢想 我剛才在做什麼呢? 無夢,做夢 但有些人會怎麼說呢? 唉… 阿Wave,你說這些 我不敢想的了 其實我不被人解僱 我都算偷笑的了 有沒有這些人? 有 那我想問一下,同樣是無夢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 用無夢做夢 在什麼情況下 用無大智者 即是做危機感呢? 其實關鍵是這個人 樂觀還是悲觀? 我做Agency Leader 現在距離11月 EAN Closing 只剩下四十多天 我和我的同事在這裡 講一講生意 然後呢 我就說 你又是MDRT 四十多萬 現在只有十多萬 還差二十多萬 你最大的案子是多少? Dee 我最大的案子 有萬幾萬FIC 都不錯 然後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如何做到MDRT 11月尾之前 Dee 我很有信心做到的 這樣說 我知道你很有信心 你有什麼辦法 我相信是全道橋 投資現值的 那你的客人呢 我叫你寫那個 Postback list 你寫了多少個出來 他說 我寫了十幾個而已 你寫十幾個? 那你怎麼搞定? 我相信最好的客戶 是明天出現的 我這個同事是樂觀還是悲觀? 如果我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你做不到公司要解僱你的 這些事與我無關 會不會? 會 這些人要跟他們無夢做夢 但有些人跟他們說 這些是沒用的 但你跟他們說 你做不到公司的 三句六單 二十幾單不夠 七萬萬不夠 那些人就會跑 同一樣 見客也是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很多的同事 我發現得到 他們出去見客 他們是很勤力 也把話術背得很好 但為什麼簽不到單 是因為方向錯了 如果方向正確的話 是解決這件事 大家同意的 可不可以給兩下掌聲 非常好 我相信我們去到最後的時候 會很熟悉的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另外還有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要買呢 我們要去副析一下 一個人到底買東西的動機在哪裡 人買東西是有四大動機的 OK 有哪四大動機 我想問問大家 客人幫我們買東西 是因為什麼原因 Good 多謝大家 是需要 我想問一下 需要是理性還是感性的 我肚子餓要吃東西 這個是需要 這個是理性的 OK 對不對 但是有些需要是感性的 我想問一下 客人買保險 是需要還是什麼要 是需要 大家同不同意 客戶買保險 是需要來的 是需要來的 嗎 那些客戶買保險 是需要來的 我想問一下 但是他買一份保險 是理性 他決定去買這份保險 還是感性呢 感性 你記住 理性的分析 只是會帶來一個conclusion 唯獨是感性的推銷 才會帶來一個action 除了需要之後 還有什麼購買動機 Good 多謝大家想要 想要 想要是理性感性 沒錯 完全是感性的 女士們 是否一定要有鑽石戒指才嫁 你們當然說不是 但是男同事 求婚設施是不是也要鑽石戒指 這個很肯定 OK 什麼 聽不到 OK 是感性的 當你present一些想要的東西 你就要用感性的模式去做一個present 第三個 購買動機 著數 有很多客戶 大家可能自從IPOS之後 大家不懂得計算 size discount 沒有人留意launchpad 我們20年前入行 我們拿著一本書仔 然後去計算保費 proposal都不用客戶簽的年代 然後我們就懂得 因為有size discount 然後就跟客人說 Mr.Postberg 你買這個分期支取 輸出終身受險 12000元起 但是買夠多少錢 有discount 是的 買夠2萬元美金 是有discount的 然後客人說 那我買夠2萬元美金 一排是8元 兩排是14元 你買一排還是兩排 兩排 因為是好處 墓地一塊就這麼多 兩塊就有95折 你買多少塊 你買兩塊 有很多人買東西是因為好處 OK 所以為什麼現在公司那些產品的優惠 截數是比EN COSING的截數 是有原因的 最後一個購買動機是什麼 誰說的 是你說的 給他一點大力的掌聲 好嗎 為什麼你認識的 我說過 多謝你了 不要愛上我 OK 他那條性感一點 OK 對了 最後呢 剛才說過了 就是支持 支持是理性感性的 是感性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去拿referral 客戶會給我們referral 這四個購買動機是哪一個 是支持 是支持 所以你拿referral 你的通要感性 你的通要感性 如果你的眼睫睫 喂 Aware 這個月 我的數字不太夠 和你這麽老友 無論如何都給我十個 八個referral 好不好 我的聲線 有沒有感性的存在 沒有 內容也沒有感性的存在 是嗎 Aware 我很想和你分享我一個夢想 我很想做我人生今年的第一個MDRT MDRT是全球最頂尖的百分之一的人才可以做到 我自問 我的能力不夠 我入行的年資又奪 我朋友又不多 但我真的很想做到 你知不支持我 你支持我 我很感謝你 今天可以抽到水了 不好意思Aware 我看到你 我特意在你面前抱你老婆 但Aware 我很需要 如果你支持我的話 不需要多 你介紹三個朋友給我就可以了 多謝你Aware 我會做City OK 各位同事 剛才當然是一個浮誇極端的演繹 畢竟我都沒有學過那些演戲的東西 我純粹都是跟Kareem學的 在那個過程裏面 其實大家要知道 當你 我想問問一下大家 如果你要銷售 bonus power 或者要銷售一些儲蓄單的時候 對方要買的是哪個原因呢 會不會是支持呢 應該不是 OK 會不會是需要呢 可能是 Depends on你的sell stock 你的切入點是什麼 如果 你跟他說的是一個退休的規劃 是不是 跟他計算數的 他真的很重要 這個可能是理性一點 OK 但反過來如果他 所有人都需要退休 但他想過一個豐盛的退休生活的話 這個就是 想要 整件事你就要感性一點了 所以你留意到很多電視的廣告 他買一些奢侈品 多數是沒有儲蓄的 買豪宅多數是沒有儲蓄的 多數是會發覺有個帥哥 然後開著一部超跑 然後就牽著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在騎樓那裡 然後就不是吃煙了 OK 然後就看著維港景 維港景就可以買到四萬元一呎 賣貴的東西全部一定要感性 是想要的 最後有儲蓄的話 你要掌握到怎樣計算 那你就會有幫助了 好了講到這裡的時候 也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的 為什麼買 這個很重要 大家如果有紙筆就拿出來了 沒有的話不要緊要 可以拿一部iPad去抄一抄 整件事稍後我需要大家 剛才大家都沒有什麼練習 這個就是一個練習的時間 是一個我花了一千元去學的 三個Sales Talk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Sales Talk 先跟大家說明 是特別適合一些中產或以上的客戶 無論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都完全適合的 OK 這個就不悶的 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你們需要有紙有筆 是的 這樣去做的 OK 不行的話 你拿一部iPad出來 按一個小畫家 可以畫一下東西的環境 OK 準備好沒有? 還沒準備好的 請舉手 只有一個 OK 其他準備好了 不要緊要我讀慢一點 我第一次 大家完全留心聽聽我的演繹 OK 做妹妹 有空給我一些反應 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來第二次 第二次的話 我讀一句 你讀一句 明白嗎? 第三次我們會怎麼做呢? 你猜一下 沒錯 是的 時間關係我們先分組 今天這個組合 就是陪伴你全日的了 我們是兩個兩個一組的 兩個兩個一組的 好 大家立刻找你的partner 兩個兩個 兩個兩個一組的 OK嗎? OK 好了 Ian closing 只剩下四十幾天 好 一個叫A 一個叫B 誰叫A? 誰叫A? 喂 你們 你們在射你 誰叫A? OK 誰叫B? 剛才沒有舉手的舉手 剛才沒有舉手的舉手 兩次都沒有舉手的 請舉手 OK 好了 假設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去見客的時候 第一次我會快一點點 假設我們出去見客的時候 很多時候客人都會 我們都會見到客人都會做warm-up 都會做fading sale公司 sale自己 sale concept 然後sale concept 是不是 當我們說concept 有些傳統的 很老土 經常說生老病死 生生死死 是不是 那些客人聽到這些的時候 就耳朵了 特別是香港的客戶 因為香港的客戶 實在聽得太多了 他一聽到你說這些 其實他就沒有興趣 所以在這些位置裡面 我跟大家有一個很好的做法 如果大家有近十年加入的新人 在新人的課 包括以前的FPTP 或者現在的WMPT 也好 都會看過一條片 叫做阿婆買蛋 雖然現在的樣子比較帥 但是都是我 OK 如果大家想重溫的話 可以在Imo roleplay裡面 可以看回 如果不想重溫的話 可以看另外一個 OK 好了 當我們fading sale all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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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跟他說 Mr.Postman 話時話 說開又說 這兩句是很好的連接詞 英文叫conjunction 哪兩句 話時話 講開又說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你知不知道 最update的理財概念 是什麼 話時話 你知不知道 最update的理財概念 是什麼 他只有兩個答案 要不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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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如果他回答 我知道 你想跟我說這個保險 我說保險 但是保險已經是80年代的概念 你知不知道 最update的理財概念是什麼 我知道 你當然是說儲蓄的 你們什麼充於未來 我也聽過 非常好 這個是90年代的東西 你果然很了解 我們保險的發展市 你說投資 那些101 是不是 你真是好 這個是2000年 千禧世代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最update的理財概念是什麼 他可能答保費回贈 或者答保費融資 總之記住 他回答什麼都好 你都說他 歐了 關鍵是他回答什麼都要回答他 歐了 我們來一次 他回答什麼都要回答他 說他 歐了 OK 歐了之後 因為你要不斷否定他的時候 他會 歐起他的興趣 是真的想了解一下 有時候他沒有興趣 你不斷說 其實很沒忍的 其實最好是他有興趣 我去說 這樣就會好一點 好了 接下來 最update的理財概念 就是 帆船 什麼帆船呢 如果你 這麼有興趣 我面為其難 跟你說一下 OK Mr.Postman 這個是什麼 喂 大家 Mr.Postman 這隻是帆而已 沒有船 對了 這是一個帆 這是一個船 這是一個水泡 你當然是這隻船的船長 你旁邊的那個 當然是你一個很好的老婆 你作為這隻船的船長 然後帶領他在人生的大海上 慢慢航行 找到你自己的一個理想 達到你的人生目標 什麼是帆呢 其實帆就是投資 OK 船身是什麼 就是儲蓄 那水泡是什麼 沒錯 水泡是保障 OK 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 如果有機會 給你自己 去構建一隻屬於你自己的帆船 我想問問 你的船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那隻船很大 不是 那塊帆很大 船身很小 會不會這樣 不會 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 又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船身很大 那隻不是奇 那隻是帆 畫得比較壞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會不會 只有一個很零聲落索的回應 我真的沒什麼心機說 多謝你們給我一些可憐 OK 其實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們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得到 有很多朋友 不是金融海嘯 其實在任何時都是 你會發覺這些朋友 很喜歡投資 很喜歡買股票 甚至乎 accuminator 麻煎 甚至乎炒樓 很喜歡投資 完全不做儲蓄的 有沒有 有 這些朋友 在市場好 順境的時候 他們賺了很多 我們都很羨慕他們 但是逆境的時候 全部都塌下來 這些朋友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就經常見報了 為什麼見報呢 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 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可能答有 或者可能答沒有 不要緊 Mr.Postman 那你自己是不是這樣 Silence is a power OK 接著下來 恭喜你 你不是這些人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朋友 他很怕投資的 很保守的 打個黑癡都打爛陣的 不敢做投資 直接是零的 但是他把所有的錢 都放在銀行做儲蓄的 有沒有這些人 有 這些朋友當然他很穩陣 他不會有問題 是不是 他不會翻船 但是這些朋友 船有什麼問題 會走得很慢 Mr.Postman 走得慢 有什麼問題 就是到不到目的地 我想問問你 你身邊有沒有這些朋友 不要緊 你自己是不是這個人 其實最理想的比例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想問問 Mr.Postman 如果你拿著這隻船 你可不可以出海了 可不可以 有人答可以 你答不可以 但我想告訴你 是不可以 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沒錯 因為只有一個水泡 但是這隻船有多少人 兩個人 其實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 如果真的出事上來的時候 這個水泡你用 還是你老婆用呢 你頑固回你家 你的水泡夠不夠呢 會不會多些 會對整個家 會更加好些呢 現在我們多了一個水泡 齊了水泡 可不可以出海啊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啊 只差一件事 只差一個船 這個船是什麼呢 就是financial planning 財務策劃 什麼是財務策劃 財務策劃就是 幫你達到你的財務目標 幫你實現financial freedom 什麼是financial freedom啊 F stands for finance 財務 R is for retirement E is for education E stands for estate 遺產 D stands for disability 和disease 傷病 O是obligation 是你的責任 而M 是你的mortgage 其實Mr.Postman 我想問問你 這七件事 如果在你這個moment來說 哪一件事對你來說 是較為重要 或者比較重要 可不可以幫我排排一下次序啊 時間關係已經排好了 Mr.Postman 你想不想解決你的問題 去 解決你的問題 去實現你的夢想啊 想不想啊 想 想 想的話呢 我需要拿你們少許的資料 麻煩你給我一個身分證 麻煩你 如果覺得這個sales talk 都還可以的 可不可以給你少許的反應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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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